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读撒哈拉的故事随手一番 很容易被解读成三毛与河系爱情故事 大部分碎碎念念的 貌似就是他们两口子在沙漠经历的日常生活 再狠狠地撒上一大把狗粮 很多人批评三毛 认为他只是在自己的小天地做梦 年轻的时候独三毛我也这么偏激地抨击过 觉得他一天到晚沉浸在与河系相处的点点滴滴里 再次翻开撒哈拉的故事 你就会明白三毛为何对深爱他的河系如此执念不放 也许是他对这个世界爱得太深沉 在姑卡的婚礼上所有人都在欢呼 而三毛却为了娃娃新娘心疼流泪 为十岁的新娘鸣不平 甚至愤怒失望 在邻居的天台 他和河系与气为强地哑巴奴隶 耐心地做着手势谈天说地 还以朋友的身份邀请他来家里吃饭 穷得连身体都不属于自己的奴隶 对着三毛说句这样智慧的语言 我虽然身体不自由 但我的灵魂是自由的 在与河系散步的时候 他们遇到最久的沙漠军团军官 冒着枪林弹雨的危险 开车把他送回去迎 在三毛眼里 生命生而平等 他尊重每一个鲜活的生命 敬畏每一个有灵魂的生命 其实撒哈拉的故事 可以分为两条线 一条鸣线 是三毛月河系的爱 一条暗线 则是撒哈拉之伤 撒哈拉之伤 是指撒哈拉威族人的伤痕 痛处 这种伤 就像一个长在了撒哈拉威民族 大腿上 已经肿胀糜烂的 街子 别说走路奔跑 就连单独站立起来 都很困难 当时的撒哈拉沙漠 是西班牙的殖民地 摩洛哥 爱是源于 是源于对每个生命的怜惜 疼爱 恨 则是对他们的无知 野蛮 就还自以为是地恼怒 撒哈拉之伤 正是在三毛这种 爱恨交织的感情里 被诠释得淋漓尽致 三毛刚到沙漠不久 因不忍心看那些生病 却不去看医生的 撒哈拉女人 老受疾病疼痛折磨 依靠一些基本的诚实 居然成了沙漠里 远近闻名 玄乎即逝的 赤脚医生 而她的用药 无非就是红药水 消炎药 纸灯膏之类 而只要邻居需要帮助 她总是热心地奔上去 到最后甚至邻居 要生小孩 宁愿来找没有任何经验的 三毛皆生 也不愿去医院 只因为医院的医生是难的 幸亏有何系 坚持送医院 孩子才顺利生下 撒哈拉之声 首先是禁锢在 撒哈拉威脑海里的 传当思想 它像一个牢笼 束缚着这个民族 三毛在撒哈拉沙漠定居后 基本上每天九点钟左右 就有孩子不断地来三毛家里 问三毛和何西 要各种各样的东西了 我哥哥说 要借一支灯泡 我妈妈说 要一支洋葱 我爸爸说 要一瓶汽油 我们要棉花 给我们吹风机 你的运动 借我姐姐用一下吧 我要一些钉子 还要一点点点线 邻居们的要求千奇百怪 虽然三毛 明明知道这些东西 给了就不会还的 但是等这些小孩子 下次再来钥匙 又给了 据说有一天 有一个小女孩来敲门 告诉三毛 她妈妈想把一只骆驼 塞到三毛的小冰箱里 三毛拒绝后 这个小女孩的妈妈 怒气冲冲地跟三毛说 你拒绝我 伤害了我的骄傲 我们很难想象 一种无理 成了撒哈拉威人的骄傲 而且撒哈拉威的 这种野蛮无理 可以说是世代相传 言传身教的 这恐怕应该是 撒哈拉之商 最大的悲哀 造成撒哈拉之商 最大的忧因 应该是撒哈拉威的无知 自以为是 撒哈拉威 也许并不理解 殖民主义国家的概念 他们自己在殖民主义 统治下 生活顺其自然 三毛与何希 以朋友的身份 邀请黑人奴隶 上家里吃饭 当地的居民 把这个当做了一个 非常震惊的事情 所有的人 对他们充满了敌意 甚至有小孩 过来提醒三毛 不要打理奴隶 因为他们是猪 一个小姑娘 还朝中年的黑人身上 故意吐口水 这不是一个人的恶意 而是一个群体 对生命缺乏的 基本尊重 就像美丽的猪产 护士杀一道 只因为她长得 比别人更漂亮 有更多的男人追求她 她接受过教育 而且是异教徒 大家便到处议论 给她安插一大堆罪名 背地里还骂她是婊子 尤其令人叹息的是 沙伊达在巴西里死后 说一下谁是巴西里 就是为了这个民族的解放 独立 苦苦奋斗 并为之牺牲的民族领袖 而沙伊达 其实是巴西里的妻子 被诬陷成 谋杀巴西里的叛徒 直接拉到宰杀骆驼的屠宰场 当众强奸羞辱 现场所有的人 却像一群绵羊一样 无声无息地看着 枪声响过 我想撒哈拉沙漠 要安静一段时间了 只是屠宰房里的 撕窖的骆驼 哭泣的悲鸣声 越来越小 这样的撒哈拉 也是三毛沙漠里 最疼的伤疤吧 三毛可以毫无保留地 把自己 交给一片陌生的沙漠大地 他敞开心扉 与沙漠里每一个人做朋友 他尊重每一个鲜活的生命 甚至撒哈拉沙漠的 每一粒沙地里的石子 每一次日出和日落 更何况 一张张活生生的脸孔 又如何能在回忆里 抹去它们 三毛的撒哈拉的故事 推荐给你 我是诚意 陪你读每一本好书 给心灵建一座精神的画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